BGM 是否看到少一隻 警方完全反擊 警方受傷就是他們想去看見的在場 我們這邊的市場沒有任何人 從負責知道鐵支和鐵頭 警察是一發一發一發不斷重複 是開槍射擊示威者 警方是一個工具 是兵來的 如果政府繼續做壞的政策 一百萬人也不能當作唱歌 那就自然了 警察當然更磨心 警察 警察 大家可能都要稍微退一步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香港也是自己的家 大家就所謂傷害不好口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6月12日 金鐘爆發嚴重衝突 警方出動催淚彈 橡膠子彈 和布袋彈等等的裝備 示威者指責警方使用過分武力 警方說是示威者暴力衝擊防線 當日下午3時開始 政府總部一大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翻查當日現場片段 和比對示威者和前線警員的說法 嘗試看看這件事的經過是怎樣 其實我們對消息不太清楚 大概會知道他們玩鐘會有所行動 如果政府再沒有表態的話 3時就會有所行動 警方防線 警方 警方 6月12日下午 人群開始在立法會示威區外聚集 發明Tony的示威者當日亦都在附近圍觀 3時開始有一些衝突 亦都有一些人民、示威者 其實他們向立法會方面衝擊 現場情況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感覺到氣氛是向立法會方向進攻 我們一般市民其實集結在農匯道 即一帶裏面 在衝擊的人是少做的 我們透過警方訪問了當時 駐守立法會防線其中一個指揮官 他說過去一個星期家人受到滋擾 所以不願意公開身份 他們在後排 得到一些專塊 和其他硬物 丟到我的警員 然後前排 就開始準備了一些長的鐵通 和一些盾牌 不斷衝擊我們警方的防線 我隔壁同時也還有專塊 我當時居不得已 面對這麽暴力的攻擊 我們唯有 要我同時使用適當的武力 去制停他們 由當日片段所見 警方曾舉紅旗警告 雙方爆發一輪激烈衝突 之後警方開了兩發橡膠子彈 帶更多示威者訂雜物 警方後退入立法會示威區 有些片段 其實看到鐵支是在警方的一邊 是扔出來就扔去示威者那邊 其實你認為當時 會不會都有一些警方都有失控的情況 我沒有看過他們的原因 這方面我評論不到那些行為 大約一分鐘之後 警方在立法會示威區內施放催淚彈 並發射布袋彈等等 示威者後退到立法會停車場拾口 社會有很多人認為武力是不合乎比例的 你怎麼看 我又反過來說 有部份的市民 他們看到的就是警方的保護裝備 就覺得警方不應該攻擊 但是他們又看到事實的另一邊 就是就算我們有保護方不應該 我們也受傷 又或者反過來 是否看到示威者攻擊 警方完全還擊 警方受傷就是他們想看到的場面 近四點 警方立法會對開繼續以催淚彈驅散 部份示威者退入農會道 我看到有些人不斷後退 你見到有些人是掩著雙眼 然後有些人很憤怒 其實有些市民因為很大煙 很刺眼、很刺鼻 然後有些人很憤怒 就覺得為何會突然有這麼暴力的情況 即使是有些沒有參與 一些衝擊立法會的市民都很憤怒 也都有人扔了一把遮 兩把牆遮過去警察方向 由現場片段看到 有警員示意示威者 向中信大廈方向離開 同一時間 在農會道申請了集會革命鎮 亦都呼籲示威者進入中信大廈 當時在農會道的人數是非常多的 很多人都向後退 當退到後面的時候 突然在那邊看到很大煙 原來在那邊也放了催淚道 全部市民就向立法會方向前行 這個時間就非常危險 因為同一時間兩邊就催淚彈 那大家都會究竟向前還是向後呢 Tony說當時大批示威者迫在門外 但他看到這個時候 警員向人群中間訂出雷彈 有兩顆衣武彈射中了在人群隊 大家都會很害怕 當時我有一個朋友 擦過了頸 一個擦過了腰 他們全部都立即散開 令到場面更加混亂 如果你目的是需要驅散示威者 我認為你都需要被示威者逃 不是一秒鐘要把這條路全部消失 你趕他走這個方向 就預算他有一個地方散去 就不能夾死他在中間 但如果你看中信那單 一定是嚴重錯誤 中信裡面也沒有位置走 那就夾死 催淚彈射在中間 絕對是不能接受的一種所謂推改的方法 警方平均,我們要入緊張上 香港人,大家香港人 混亂期間,部分人嘗試進入中信大廈 同一時間,部分人沿天美道方向離開 剛才說報隊單近一點 王志雄退休前是警務處副處長 也曾經做警察機動部隊校長 他不評論中信大廈事件 但就強調警方驅散示威者的時候 不同防線應該有協調 基本上你都是有一個計劃 如果要驅散,應該怎樣驅散 比如由東至西,或者由南至北 都有這樣的計劃 然後就通知在不同的防線 或者不同位置的警務人員 去依存這個方式,去大家一致行動 不應該說大家完全是 在沒有溝通之下去做一些事情 否則這樣,就顯得不夠專業 所以如果當計劃是南至北 所以應該是所有警方驅散的線 都是同一個方向 如果你是這樣,如果由南至北 就由南至北 不應該反過來,北那邊 然後又有些事情推回南,就不應該這樣 大約在同一個時間 天華道和下角度交界 示威者嘗試向警方防線推進 但不成功 雙方僵持了一會 發名Peter的示威者 當時站在前線 警察的防線 從現在眼中看到天華道的入口 是突然之間向後退 當他一向後退的時候 其實示威者開始起哄 即是一湧而上 包括將鐵馬推進 而警察是一路退到入停車場裏 是將那個閘打橫地關上了 在海皮天華道 示威者都是湧進來的 所以真的殺那之間 大家是佔據了整條天華道 無奈警方施放催淚彈 示威者隨即後退至下角度 我們這一邊箱是沒有任何人 扔過那些甚麼鐵枝 磚頭 我親眼看不到 我之後上網也看不到 在沒有任何暴力的情況 衝擊下 警察是一發一發一發 重覆不斷重覆 是開槍去射擊那些示威者 我是見到兩個示威者是受傷 那個示威者是躺在地下抽搐 是吐血 是大家不知所措 因為是不知道救護員在哪裏 現場是大喊 非常之亂 警方使用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一向有嚴格指引 應該瞄向大腿、手臂 和空肌等大組肌肉 但這次就有示威者頭部被擊中 橡膠子彈或者布袋彈 它都是一個很大的撞擊 下你的大的肌肉去制止它當時的行為 傷害性應該是不大的 用警棍 隨時真的會打到頭部血流 這個就是會出現的 所以相對如果你說 跟警棍相比 這個布袋彈肯定是一個比較低的傷害性 有示威者是頭部受傷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指引是不應該打頭的話 實際的環境我不能夠說得到 因為指引就是這樣去做 但是當時的情況是混亂 或者是有很多的動作 又如何引致到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我想就要等待當時的人員 去說回當時的情況 王志雄強調 這一類武器的目的 只是要拉開警方和示威者的距離 和制止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但是我們的片段會看到 那些人在散開的時候 其實都可能繼續開著槍 但是他們本身已經在離開了 那這個儘管可以等待 如果他們認為這樣就不對 或者是有一個不恰當 我覺得他們都應該要將這件事 去用一個投訴的方式 或者讓我們警隊可以在這方面 去做一個正式的調查 612衝突之後 警民關係越來越緊張 星期五更加有人包圍警察總部 警方未來要怎樣處理大型集會 警民關係要怎樣改善 下一節再提 警方就6月12日的金鐘衝突 至今拘捕32人 當中5個人涉嫌和暴動有關 暴動字眼一出 社會有強烈不滿 有示威者昨日包圍灣仔警察總部 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撤回612金鐘一大衝突定性暴動的說法 到底所謂暴動定性 有沒有法律意義 參加者是否要負上認證呢 6月12日下週大約4點 警方在下角度和天華道交界 施放多個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發命Peter的示威者當時就在現場 他認為警方的行動 令示威者更加激動 但是當警察開出他第一槍的時候 在天華道 我意識過我們更加不可以離開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進行一個和平的集會 我們是佔領了馬路 但是我們沒有對警察做出任何暴力的行為 你可能看到畫面上面是有人扔傘 有零聲幾個水樽在天空飛 那種所謂我們的暴力 其實是一種更加像是被警察挑逗完之後的情緒宣示 我想這個也是有一個溝通的問題 或者是有所謂的解說需要做 我覺得可能警隊也需要讓公眾去明白 多一些我們所謂在戰術運用方面的情況 讓大家明白 我想譬如說在一個大型的活動裡面 某個部分出現一些問題 另一部分可能完全看不到或者不知道 大約四個小時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電視講話 三次以暴動形容金鐘的情況 第二天 警務處處長盧偉衝開記者會 說12日大約三點半已經將衝突定性為暴動 期間他多次用到暴徒字眼 暴徒是用磚頭、鐵枝、木板、鐵馬 摘向警察 在三點之後的暴徒行為 為此我強烈譴責暴徒的暴力行為 學生不是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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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日後的星期日 香港連續第二個星期有大遊行 學生不是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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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行人士的訴求裡面 也都加上了要求政府撤回暴動的定義 學生不是暴徒 學生不是暴徒 要撤回這條例 然後也要讓你釋放學生和傷者 叫你要徹查黑警濫權事件 這些完全都沒有 一句我道歉就算 這次遊行之後 盧偉聰和林鄭月娥都轉口風 修正有關暴動的說法 我是說當時在現場 立法會那裡 即現場有人用暴力衝擊 所以那是一個暴動的情況 我並沒有為整個當日 所有每一個附近 包括可能是下角度 其他地方說整個事件是暴動 誰最有權威 最有資料去判斷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是我作為行政長官 我當日只是按著警務署 作了一個暴動的形容 有資深大律師認為 政府以什麼字眼形容衝突 在法律上並沒有意義 在法律上是沒有暴徒這個定義的 所以去定性一個人 或者一個集會是一個暴動 或者某一個人是一個暴徒 或者某些人是一個暴徒 這些是一個政治性的定義 對於法庭以後 去決定一個人有沒有剛犯暴動稅 根據公安條例 三人或多過三人的集結 如果作出擾亂秩序 帶有威嚇性等等的行為 就屬於非法集結 而當非法集結破壞社會安寧 集結的人屬於集結暴動 最高可以判監10年 一般的法律則很簡單 就是一個人有沒有觸犯暴動這條罪 就是看他的行為 本身是否符合暴動那個犯罪的要件 如果法庭覺得他是觸犯了 裡面所說的話 即是說他是一個非法集結 而他的確是破壞了社會安寧 他的行為 那他就是犯法 如果他沒有做到那些行為的話 那他就是不犯法 就是要看某一個個體做了什麼 2016年2月9日凌晨 旺角爆發嚴重衝突 多個參加者暴動罪成判囚 法官在判詞中引用英國的案例 表明不會佔納以政治訴求作為求情因素 而只會考慮暴力行為程度 和破壞社會安寧的程度 報圍警察 星期五大批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 要求和盧偉聰對話 並撤回暴動定義和釋放被捕人士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洛氏認為要小心處理 我們按照檢控守則都是會獨立不偏不掩 除非法庭可以接受的 我們的證據是能夠達到一個可以有合理定罪的機會 我們是不會去作出一個檢控的決定 不過有立法會議員說 因應社會氣氛 政府可以從政治角度 考慮如何處理612涉案人士 避免社會爭議再升級 世界很多地方都是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 如果香港我們純粹政治問題 就法律解決 那就繼續爭鬥 繼續爭鬧 繼續衝突 繼續升級 可能會繼續互相傷害的更多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 我就覺得政治問題應該是用和談和解 是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 現在的政治氣氛下 警民關係越來越緊張 但和談又可以從何談起呢 我們不會因為他們的正義 不會因為他們的立場 而選擇性去作出我們一些行動 還是要跟實際情況 看看最基本他們究竟是無違法 是否下一次上街 留在那裡佔過馬路 你就可以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去開槍呢 我不明白為何香港警察 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人 大家可能都要稍為要退一步 如果可以的話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香港都是自己的家 大家就是所謂傷害不好口 就是能夠大家退一步 正下來 大家去想一下 怎樣可以是 將一些不同的想法 去拿出來大家談 我相信市民都明白 過後整個社會 怎會不需要警察 所以警察是工具 他就繼續要服務市民 同樣又要幫政府 守住那些重要的位置 如果政府繼續做壞的政策 一百萬人遊行 都當作唱歌 那便自然 警察來繼續磨心 社會何時可以回復平靜 不單要考考特首林鄭月娥的智慧 亦都是各界大眾要思考的問題 今集新聞透視說到這裏 下星期再見